紫碎槐的学名是Amorpha fritacosa 它是豆科植物中的一种开花植物 有几个俗名,包括沙漠甲电缆 甲电缆灌木和杂种电缆灌木 紫碎槐原产于北美 它的学名源自拉丁语Amorpha 意思是甲电缆和拉丁语Fritacosa 意思是沙状,指的是植物的沙色叶子 紫碎槐的俗名是沙漠甲电缆或混种电缆不息 它是豆科植物中的一种开花植物 有几个常见名称 包括沙漠甲电缆,甲电缆布息和杂种电缆布息 紫碎槐原产于北美 紫碎槐属于豆科植物,俗称豆科 开花植物科,全世界有750多个属,2万多个物种 非洲紫碎槐Amorpha fritacosa与豌豆 蚕豆和扁豆等其他豆科植物一样 属于蚕豆类亚科Farboidi 综上所述,紫碎槐属于豆科植物,俗称豆科 紫碎槐Amorpha fritacosa是豆科植物中的一种开花植物 有几个俗名,包括沙漠甲电缆 甲电缆冠木和杂种电缆冠木 它原产于北美洲 分布于美国西南部、墨西哥和中美洲北部 它的自然栖息地包括前噪、开阔的地区 如大草原、草原和沙漠 它生长在沙制或历史土壤中 可以忍受前汗和偶尔的洪水 一些常见的名称有 1.沙漠甲电缆 2.甲电缆冠木 3.混种电缆冠木 4.红花 5.红花 6.红花 7.红花 8.红花 9.红花 10.红花 11.红花紫碎槐 Amorpha fritacosa是豆科植物中的一种开花植物 有几个俗名 包括沙漠甲电缆 甲电缆冠木和杂种电缆冠木 它原产于北美 生长在美国西南部、墨西哥和中美洲北部的沙漠和草原的浅造沙制土壤中 它的学名Amorpha fritacosa源自拉丁语Amorpha 意思是爱和希腊语Fritus 意思是破碎 紫碎槐Amorpha fritacosa是豆科植物中的一种开花植物 有几个俗名 包括沙漠甲电缆 甲电缆冠木和杂种电缆冠木 紫碎槐原产于北美 生长在沙漠、草原和其他浅造、开阔的栖息地 它是一种多年生灌木或小树 高度可达10英尺、3公尺 紫碎槐Amorpha fritacosa是豆科植物中的一种开花植物 有几个俗名 包括沙漠甲电缆 甲电缆冠木和杂种电缆冠木 它原产于北美 在各种栖息地都可以找到它 包括沙漠、草原、林地和受干扰的地区 紫碎槐Amorpha fritacosa是豆科植物中的一种开花植物 有几个俗名 包括沙漠甲电缆 甲电缆冠木和杂种电缆冠木 它原产于北美 生长在各种栖息地 包括沙漠、草原、林地和受干扰地区 紫碎槐Amorpha fritacosa是豆科植物中的一种开花植物 有几个俗名 包括沙漠甲电缆 甲电缆冠木和杂种电缆冠木 它原产于北美、生长在前噪、开阔的地区 如草原、平原和沙漠 它的分布范围从加拿大南部延伸到墨西哥北部 在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部分地区也可以找到它的痕迹 误似 熊 词 词